竹儿 竹儿您慢点 太医说十二哥快不行了 我一定得要出宫去 淑妃娘娘 皇上正在疫症 不能见您 皇上 淑妃娘娘 咱们的十二哥快不行了 不是皇上不见您 求您把臣妾出宫去吧 皇上 就连太后也见不着皇上 国家大事要紧的 太后 对 还有太后 还有太后 我去找太后 当日哀家要养着你的十二哥 皇帝偏偏不肯 如今孩子病了 你要出宫多难 即便是哀家允许了 也只能是让你当日去当日回 总不能让你一直在那里 照顾十二哥 太医说 十二哥的病只要添暖一些 就会好 而如今已经入了下 十二哥不仅不见好 还反而越发走狗 臣妾身为人母 怎么可能不心疼呢 你心疼 你心疼你的孩子 哀家也心疼自己的女儿 谁要是劝得皇帝 兼衡绰回来 哀家就什么都答应他 他好 大后 哀家知道 你从来都不愿为哀家的事出言 恒提的婚事如此 乐亲的死也如此 可这回不一样 这回是横措身在险境 哀家体谅你的痴情 把你安排在皇帝身边 你就不能体谅一回哀家 体谅一回哀家的私女之心 臣妾给皇上请安 起来吧 皇上 十二个病重 您让臣妾接他回来吧 十二个病着 他一直在贤亲王府养着 突然抱回来也会不习惯吧 孩子病了 身为额娘的 不能亲自在身边照顾 臣妾实在是愧为人母啊 皇上 求您开恩吧 这十二个是朕的儿子 朕怎么会不心疼呢 朕怎么会不心疼呢 淑妃 现在国事烦扰 你就暂时别和朕说这些吧 臣妾 皇上 皇上 臣妾从未曾求过您什么 但如今 臣妾为十二个担忧 太后为端枢长公主游戏 求您了 求您让孩子们都回到额娘身边吧 你从未替皇额娘说过话 你从未替皇额娘说过话 如今也忍不住了吧 臣妾是太后送进宫里 自知要避嫌 所以多年来 臣妾从未曾多说一句 也未曾做过任何让您为难的事 但这次不同 这次是两个额娘的请求 他们都太想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皇上 你怎么忍心看着母子生离啊 好 朕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朕 还要和大臣们商量故事 得起 对 为什么 皇上啊 淑妃来恳请臣妾接十二个回宫 淑妃也来求你了 淑妃对皇上是真心真意的 所以格外在意这个孩子 朕是怕 朕与这个孩子相克 伤着了这孩子 皇上还是在意十二哥的 所以才会这般担忧 其实 天相之说总有虚处 未必成真 可是母子怜心 确实实实在在的 还恳请皇上 能允了淑妃的请求 朕是个阿玛 虽在意天相之说 但又盼着孩子平安 好吧 你让淑妃 把十二哥接回来照顾吧 谢皇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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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妃娘娘 皇上这会儿正有事呢 你去跟皇上说 咱们的杀哥没了 咱们的孩子没了 皇上 皇上 好 sabe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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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没了 臣妾对不住你 臣妾不能留住我们的十二哥 臣妾这个作恶 你要的没用啊 淑妃 你要节哀 你还有朕 淑妾 淑妾如何了 还是放不下十二哥 回皇后娘娘话 便是皇上来了 主也不太说话 娘娘 若是我们主有什么礼仪不周的 您可别见怪 不打紧 一花 皇后娘娘 那是个枕头 我们主伤心坏了 哄自己玩的 主 皇后娘娘来看您了 主 皇后娘娘 知道孩子去了 你的心也跟着走了 可多少惦记着活着的人 你阿玛还有皇上呢 皇上 皇上下旨啊 许十二哥随葬端会皇太子原请 以后以郡王的身份 给十二哥沮丧 皇上担心你的思念 没地方寄托 特意在圆明园的佛堂 给十二哥设了临位 许你随时祭拜 多谢皇上这般T恤 臣妾真是对不住他 当时臣妾这个作恶娘的没用 自己身子虚 好不容易有了十二哥 要让他也如此宾若难当 当时臣妾这个作恶娘的 害死了他 一欢可别想那么多 本宫给你煮了红枣粥 为你喝一口 你不能总这样熬着自己啊 来 原以为有个孩子 就能回报我与皇上 这一世的恩情 你还是早知道 盼来盼去一场空 也就不让他来这世上 白白受罪一场啊 再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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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请指不弓 媛